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問題 例如說什麼 因為昨天晚上補習不太晚 所以有睡眠的問題 或者是玩手機 然後呢就忘記睡覺了 所以隔天早上上學的時候特別沒有精神 那因為想要瞭解我們同學 周遭同學有沒有這種困擾 我們今天就來採訪他們有沒有一些 睡眠上的問題吧 走吧 那我們現在來採訪是我們的斑花鄧怡里 那我們第一個問題是 平常幾點睡覺幾點起床 晚上大概12點到1點睡覺 早上大概6點到6點半起床 那上課的時候會睡覺嗎 偶爾會 大概幾點會回家 呃 補完席大概是10點多回家 平常沒有事的話大概6點多回到家 回家會有什麼例行公事嗎 吃飯 洗澡 玩遊戲 讀書 如果會熬夜嗎 有時候會 那熬夜的理由有嗎 做報告或者是玩遊戲 那會因為睡不飽有什麼負面影響嗎 就是上課 上課會沒精神 好那謝謝你的回答 謝謝 好 那我們現在訪問的是我們斑草 張善元 那我們第一個問題是平常幾點會睡覺幾點起床 呃我都大概1到2點之間睡覺 然後我早上都7點半起床 7點半起床 9點多10點 那回家有例行公事嗎 玩手機 洗澡 吃飯睡覺 那會熬夜嗎 呃 呃 算吧會 那有那熬夜的理由是什麼 不想要面對明天 好真實好真實 那會因為睡不飽有負面影響嗎 有有很大負面影響 好那謝謝你的回答謝謝 好我們現在採訪的是我們班上的一個男童 他是他叫蔡總理 然後我們現在第一個問題是平常幾點睡覺幾點起床 本人11點睡覺 6點起床 養生作息是我的生活好習慣 好那第二個問題是呢 在上課的時候會睡覺嗎 會上課睡覺有助於我們分泌多發安 呃平常大概幾點會回家 7點 那有回家回家會做什麼例行公事嗎 花手機滑到睡覺 那如果 等一下 會因為睡不飽產生負面影響嗎 會 請描述一下好吧 會有影響 好那不知道上面幾位同學的回答 是不是跟你的 有一些相同呢 那 我們這次的採訪就到此為止了 那謝謝大家的觀賞 再見 掰掰 別再看 再見 再見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